謝謝大家 首先非常感謝焦點給我這個平台讓我介紹自己 我爸媽不在可是還是要謝謝他們 我不得不說從一路過來 其實真的沒有他們沒有朋友還有我爸媽的支持 真的就是一切都不會發生 首先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我包含成衣工作室以來 就有記到包含說Mercedes還有一些方車友的寫真集還有一些超寶品牌去做一些拍攝的部分 這部分來講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切的興趣 全部都是從興趣開始 然後接下來來看一下為何我會接觸攝影 在場有在拍照我們不要講說接案 平常出去會拍照的我們可以舉個手 好那你們有想要把拍照當作工作部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很好非常明智的學者 這兩張照片是我在帛琉拍攝的 海豬灣跟他們那邊的星空 這邊可能它的光線沒有影響 可是它其實基本上星空非常的漂亮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 在攝影的 我們為什麼要攝影 就是我們要記錄到最美的那一個時刻 所以那時候我把這些照片拍下來 然後我覺得 哇塞為什麼我拍得這麼好看啊 對我覺得哇塞為什麼我拍得這麼好看 然後後來給朋友分享 他們就覺得很厲害 那就變成說我每次 這個已經是三年前了 那時候我發現現在我看到 我還會記得就是說 原來當初我在那邊看星空的感覺 是這個樣子 然後那邊海豚 那海豚一摸 感覺真的摸螢幕 那海豚跳出來那種感覺 這有點浮誇啦 但是其實有時候如果 你那邊半目半 你這邊看這照片 真的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這張照片是 我會接觸攝影的原因 這個是在紐西蘭拍攝的照片 當年國中畢業吧 我在紐西蘭 我去紐西蘭去的大概一個多月 我又忘記好像一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是覺得說 去那邊就可能拍個照片 然後留給自己做一個紀念 結果就哇塞 拍照片怎麼那麼漂亮 感覺每一張都像明星片一樣 然後就越拍越有興趣 而且我愛上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旅遊之中的攝影 因為我每拍完一張照片以後 我回去看就 欸原來今天我去了哪些地方 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同時 我很喜歡車子 所以我在路上 我可能就拍一些好車 然後就越拍越多 越拍越多 我去紐西蘭去那段時間 我拍了一兩萬張照片 而且每一張照片是 你回來看 你會覺得 哇塞 你覺得那裡怎麼那麼漂亮 跟台灣完全不一樣欸 然後這張照片很有意思 就是說 那時候 我不知道那天發生什麼事情 我好像隨便就上了一台公車 我不知道公車去哪 然後我好像坐了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我發現 搞不對 我要下車了 因為那台公車 離市中心越來越遠 它市中心有一個塔 我已經看不到那個塔 我趕快下車 之後我打開Google地圖 然後發現 欸好像走路可以走回市中心 然後我那天走了三四個小時 然後走了 走了十 十公里左右吧 然後就一路走一路走 然後經過這座橋 就好漂亮 然後拍下來 結果這張照片 就得 在那時候 在學校的攝影比賽裡面 拿到 就是第一名 然後包含之後 第二年 第三年結的時候 就跟雪莉妹說 不好意思 我全部都包了 哈哈哈哈 但是再繼續是 為什麼我會接觸到 職業攝影這一塊 我們拍了越多的照片以後 我相信大家也很喜歡分享 方案就是說 現在社群軟體這麼的方便 那時候 我照片拍了很多出去玩什麼都拍 然後 我朋友看到我的照片說 我覺得你拍的照片很好 然後 她妹妹要結婚 說請我去幫忙到婚禮攝影 我那時候跟她講過 就會講說話 我跟她講說 可是我覺得婚禮很重要 雖然每個人一生中不一定一次 可是 所以第一次是最重要的 你去跟她交給我嗎 我跟她講說 你去跟她交給我嗎 這樣好嗎 結果她說說 你就盡量去拍 那那一次拍完後 我當然照片是他們滿意的 那同時就是說 這些照片也 他們滿意這些照片之外 我那一天的報酬 我不敢說以業界來講很機能 但是你要想 以一個高中生 高二 接近高三的時候 我拿到一萬五的報酬 那時候在想說 如果 我把 這個東西 當成我的職業 這是不是可行的 所以之後 我就越拍越多 越拍越多 開始在網路上一直行銷自己 我配一個在拍照之類 那之後也成立了這裡的 陪茅工作室 這是莫迪印象的前身 但是很注意到過的事情 這邊很多都有大學生 對不對 是 大家看到這照片應該非常有感覺 最新開幕的 七樓 AI 夜店 然後再來就是 八樓的派 我相信大家 我希望大家可以再真正的 把握出每個機會 我會去拍這個照片其實很簡單 有一個朋友他是夜店老闆 然後我有一天跟他聊天的時候 跟他聊到就是說 等一下能不能拍夜店拍照怎樣 好像很好玩 應該很簡單吧 因為我覺得夜店啊 那種色彩 拍起來應該不會太難啊 心田條件是 其實我不太去夜店的人 我真的不愛去夜店 然後 後來我去了以後 第一次去拍的時候 我快崩潰了 我完全不會拍照 我就想說 為什麼人家看夜店要拍照這麼厲害 然後結果 我拍出來 要嘛就是太安 要嘛就是太亮 感覺那個都是打那個 Spa Line 一轉燈在那邊 就拍的照 就亂七八糟的 所以後來我感激了 我女朋友非常大方 我後來每天去夜店 我後來就是可能 夜店時間大概都知道了嘛 11點到4點 我可能就從11點 然後開開開開 4點結束收工 還是回家洗個澡 因為很臭嘛 洗個澡換個衣服 然後看一下時間 欸 早八 來吃上課 然後上課之後 就開始在修這些 這些照片啊 然後就同學在看說 欸 你又去夜店玩了 我說沒有啊 我不是去玩 我去工作 然後很多人不敢相信 越拍越多 越拍越多 然後當然就是說 也開始慢慢受到一些 朋友的認可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在攝影這條路上 我真的發生過 太多不一樣的事情了 當然就是說 拍夜店也好 拍婚禮也好 你必須要把握住每一次的機會 因為我也曾經有聽過 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今天有一個人找我拍照 可是我要去跟我女朋友約會 然後他不去了 那個人到最後他就是 他聽說啦 他就也沒有做攝影這一刻 那一次我就笑他 我跟他講說 你今天跟女朋友出去約會 好 你可能要花五千塊 可是你今天去幫人家拍照 你可能會賺五千塊 這兩個都不一樣 當然女朋友要體諒 所以我真的謝謝他 然後其實在攝影上 大家會 我不知道大家對攝影師的印象是什麼 每天拍夜店拍妹啊 跟妹聊天啊 然後就出去 那個旅館拍照什麼的 感覺很輕鬆 其實 完全沒有這回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時間有點 凌晨一點 對方打給我 然後後來又要回播 那時候他 我那時候其實已經接近要睡了 我這個東西是已經傳給他 都已經弄完以後 我已經躺在床上 已經半夢半醒的 突然接到電話 他跟我講說 你的東西那個 哪裡要修改哪裡要修改 因為他是一個歐洲的客戶 他人在歐洲 然後他打給我說 很深一點 我想說哇塞 我要睡覺嗎 我明天還有事情欸 不行我一定要回 所以我也常常就是遇到 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就是夜點倒 我也常常就是 好不容易睡了 然後有客戶一通電話打來 我又必須要馬上回去 就是去處理他的案子 因為這個時候 這個是一個誠信的問題 你如果沒有把一個案子 我有點強迫症 我想要把每個案子處理到完美 因為今天客戶對你的印象 這是你第一次給他的東西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給他的東西不好 你之後你可能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我覺得 大家大學生在接案的時候 同時要把握出這個 把握出機會 把自己表現到最好 然後再來我說的很輕鬆 我不知道大家 剛剛對第一張照片有沒有印象 這個 這張照片 這是來保時捷 然後再來 在海邊的公路上奔馳 很帥的照片 那車主看了就 哇塞 怎麼那麼帥 其實我那朋友本來要來 結果他好像說有事情吧 就是 對 蠻可惜的 然後 那張照片是怎麼拍的 我在一台 皮卡龍貨塔上面 那一天溫度36度 7月中 國際7月中 然後 保時捷彈他拍我 我那一天就這樣 沿路時速5-60 然後在後面點 而且你知道 他的懸吊設計 又不是用來載人的 所以我在後面是用 彈跳的方式在拍照 然後沿路喔 沿路我都很怕 我會上那個爆料公社 很多人都在後面拿那個手機拍 有沒有 拍一下 這在幹什麼東西 怎麼那麼危險 其實我很喜歡我被爆啦 搞不好我會紅 然後那一次去拍的時候 沿路我晒了4個多小時 所以 皮膚黑不是因為愛我 是因為攝影 像他有個認知 每一張照片的故事背後 他一定會有一個 很辛苦的那個畫面 就是像我說的 其實 有時候我也曾經 我也曾經在那個瀑布喔 瀑布的邊緣 他水下在那個邊緣 因為瀑布不高 大概兩層樓而已 那下去也是半殘吧 我在猜 我在那邊拍照 結果我一直拍一張 那種流水啊 然後車啊 然後人在那邊那個畫面 所以就是 攝影師 你可以把它輕鬆化 你也可以把它困難 可是當然你 如果你把它弄得很困難 你的照片可能就會 特別不同 那個 我覺得說輕鬆也好 累也好 像我也常常講 我那個警衛有一次問我說 你到底在做什麼 你不是大學生嗎 你是常去夜店是不是 我說對 我常常去夜店沒有錯 可是我去夜店是去拍照 然後有一次 像我剛才講的 兩點多 我想說半夜應該 車庫嘛 那個應該不會有住戶出去 所以我常常那個車子 就直接 我車子比較大台 我車子直接停在那個社區大門口 然後我就跟警衛講說 我等一下就出門了 然後我就睡一個小時 然後就出門 就去拍照 所以我覺得在接案的過程中 很輕鬆 可是的確 我們中間會遇到很多 很累很累的人的事情 那 我相信大家會想要去 大學生創業會想要 就是想要自己接案創業 我覺得 我英文不好 所以人就知道 看不到 如果你要自己去創業的話 其實請你保羅出這個原則 不要免費幫人家服務 好比說今天你們來找我拍照 我可能都很好 我們永遠有認識 我們可以便宜一點去幫你拍 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 你要想你的成本 通常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經營工作室 我需要租金 我的房租水電 我的電費 我一個月電費要三四千塊 然後 我的所有設備錢 我投了快一百萬的機材費 在這個裡面 當你花了這些錢以後 如果人家跟你講說 我可以給你練習機會 相信我那個都是狗屁 對 我講話那天 這個都是狗屁 你千萬不要聽 等下想說 世偉 這個機會啊 你可以認識誰 認識誰 我給你這個機會 好好把握住 然後你別幫我來拍照 你預算多少 我沒有預算 我就這樣看著他 我每天有事情 我要去預算 對不對 所以 大家要把握住這個原則就是 如果你非常專精於某個領域 千萬不要免費幫人家服務 但是不要像小丑這麼病態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我的一個觀念 因為我接觸到太多朋友 他們在接案的時候 就會覺得這是一個練習機會 可是造成了就是 他們沒有辦法往回的錯誤 因為客戶都會認為 你很便宜 你可以免費幫人家做 導致最後 他們沒辦法把自己的價值拉高 創立自己的價值 這是我想要今天跟大家講的 最重要的一句話 謝謝大家